经济日报的投资热华组 今天推海峰国际1308 选择原因是全球船运供应仍然紧张 航运板块受到资金追捧 在行业运载能力持续紧张的情况下 海峰近年加强了扩充船队 令第一季市占率和定价能力有所提升 公司第一季的收入按年增长7成1 其中集装商的航运物流业务 按年增长7成2是有史以来最好的 而平均运费按年增长3成4 并且比全年的预期更好 策略上海峰